狗群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3年 诸多怪奇诗审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这一讲我们讲第五节审计风险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标题 审计风险的概念 什么叫审计风险 张三买车的例子我就说过了 张三说谎了 他明明没有头晕 没有不舒服 但他爱人得出一个错误结论 这就叫审计风险 实际就是只要明明事故的 本质是黑的 您说成白的就叫审计风险 所以我们教台给了个定义 审计风险是财务报本 存在重大错报时 明明有重大错报 而您诸多怪奇诗发表了 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就叫审计风险 张三的爱人不就得出一个错误结论吗 那就叫审计风险 只要您把黑的说成白的 那审计风险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审计风险取决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 我还不如写成审计风险等于重大错报风险乘以检查风险 慢点 我问您一句话 我们审计能接受的审计风险是什么 可接受的低水平 如果审计风险要是既定的 您记得不记得 我们审计讲究的是合理保证 通常我的保证水平要在90%到95% 那不就意味着我能接受的审计风险 大概是5%到10%左右吗 既然既定的审计风险是一个低水平 已经确定了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重大错报风险越高 我能接受的检查风险反而越低 这俩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 后边我们还会再单说 在这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只要您把黑的说成白的就叫审计风险 不一定带来后果 审计风险是一个与技术过程相关的技术术语 它并不是指你驻的外界是执行业务的法律后果 比如说你可能因为出错报告 让人家给告了引起诉讼 还有负面宣传或其他与财务报本审计相关的事项 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 审计风险不是这些事 我要说的就是明明有重大错报 但是您发表了不恰当意见 还是在说黑的说成白的就叫审计风险 不强求有后果 这是标题一 我就说到这儿 那么标题二是我们所说的重大错报风险 什么叫重大错报风险 先给大家说句话 汤阳加索不是有一首诗吗 说你见或不见 然后我就在那里不悲 不喜 对吧 然后你念或不念 情就在那里 然后不来不去 往下数 您查或不查重大错报风险就在那里 不增 不减 所以 教材给的重大错报风险的定义 是指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你查和不查 这个报表都有可能存在重大错报 所以重大错报风险不增不减 将来谁要告诉你 我能降低重大错报风险 我能消除重大错报风险 他在蒙你 肯定是不对的 重大错报风险 在你审计前就已经存在了 不增 不减 将来您要做的是 您只能去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看您的眼光准不准 您重大错报风险 如果评估为高水平 您能接受的检查风险 一定是低水平 你只能玩了命的做程序 玩了命的拿证据 玩了命的拿说服力更强的证据 把检查风险降下 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这儿 重大错报风险 是跟被审计单位的风险有关 并且独立于财务报本审计而存在 您注的管理师 还没有去审被审计单位财务报本 这个重大错报风险 已经客观存在了 为什么他跟被审计单位的风险有关 举个例子 如果被审计单位急需资金 他想去银行贷款 但他自己非常清楚的知道 以他的财务指标去银行贷款 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这时他就把报本项目给改了 可能改了一个报本项目 可能改了几个报本项目 是不是可能影响多项认定 对 等您在审计这个报表之前 这个报本里面 是不是已经含有重大错报了 对 所以本来是我们被审计单位 他面临的经营风险资金短缺 因为他达不成目标 完不成他要的业绩 只能铤而走险 把报本给改了 本来是被审计单位经营风险 只要他把报本给改了 就会变成我注的管理师将会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 所以重大错报风险是你查和不查 他都在那里不增不减 重大错报风险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叫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啥意思 先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问你 这个单位会计的从业人员水平怎么样 你要告诉连初级之城都没考过 根本就不是学财务专业的 他报表哪个项目容易出错 哪个项目都容易出错 是容易高估是容易低过 均可 是不是一切皆有可能 对 这时候他可能跟财务报表的多个认定均相关 我说不上来他哪个项目 哪个认定容易出错 这时我们就把它叫做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在这儿一定要知道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一定是跟财务报表整体存在广泛联系 可能影响多项认定 最典型的从业人员的水平低 能再举个例子吗 可以 比如说这个单位呀 可能资金链已经断裂了 都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他就是想快速的从银行骗出一笔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把哪个报表项目改了 哪个都可能改 哪个认定可能有影响 哪个都可能有影响 这一时就叫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经常说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把它理解为通俗的三个字 不对劲 就跟您看见一个人 你就觉得这个人别扭 哪别扭 说不好 这就是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简称报表层 如果您再没明白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您走到一个山洞里边 你就是觉得这个山洞别扭 哪别扭 您说不上来 不能落实到某一个方面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这是我们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叫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啥意思 人家要问你这个人哪别扭 你说这个人嘴有点外 人家要问你那个人哪别扭 你说这个人鼻子有点小 你能说出具体的哪方面的 能落实到某一个报表项目 能落实到某一个具体认定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比如说 我存货应该提而没有提存货叠价准备 是不是影响的是存货哪个认定 准确性顿号计价和分摊 这就叫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将来作为高达上的注冻冠军师 您考虑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有人说这个专业术语随便说的 不是您记得不记得您的两类认定 一类叫关于所审计期间 交易事项及相关披露的认定 对 第二类认定是关于期末账户余额及相关披露的认定 对 这不都是两类认定吗 所以往后就是这两类认定可能出现重大错报风险 他叫考虑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考虑他有什么用 考虑的结果可能直接有利于注冻冠军师确定认定层次上 我实施的记不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停 不能再往下讲了 啥意思 实际上我们现在实施的是风险导向审计 什么叫风险导向审计 很简单 就是六个字 识别评估 还有我们所说的应对 你识别什么 识别我们所说的不对劲 只不过这种识别 坦白的说 我是要在了解的过程中识别不对劲 路遥之马力 日久见人心 都是在说 我不断的了解 我才能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这个不对劲 在我们会计的专业术语 就是重大错报风险 你查和不查 重大错报风险都在那里 不增不减 可能是被分级待会面临经营风险 他躲不过去 他铤而走险 抱抱抱抱给赶了 进而变成我住的怪计师将会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就是通过了解被审计待会的方方面面 我想识别出哪些地方不对劲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重大错报风险 在你审计前 报表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识别完了 到此结束 没有 我一定要评估一下 您这个不对劲是跟财务报表整体广泛相关 比如说你可能影响多项认定 我很难说你落实到某一个具体报表项目的某一个认定 我们把这种称之为是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它的全称叫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而剩下的可能我这个不对劲 比如说我仅仅该计题存货接价准备没有提议 我影响的是存货准确性顿号计价和分摊这个认定 我们把它叫做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识别不是最终的目的 评估不是最终的目的 我最终的目的是应对 将来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们采取的是什么措施 叫总体应对措施 这个在第八章会讲到 但我现在告诉您 它是啥意思 就是四个字 大家小心 没了 就跟您进山洞 您就觉得山洞别扭 哪儿别扭 说不上来 你只能跟大家说 大家小心 反正我就觉得别扭 这就是我们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而如果您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您不能落实到具体的报表项目 影响哪个具体的认定吗 比如说您高估收入 影响的是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你看我能说出具体的报表项目 具体的认定 这种叫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将来我实施的叫什么 进一步审计程序 进一步审计程序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来源于什么 我是在了解之后识别评估应对重大错报风险 这个了解也有一个名字 在我们审计上不能让你白了解 我们这个了解把它叫做风险评估程序 而您了解之后实施的程序 我们就叫进一步审计程序 审计严谨嘛严谨 但你看他起的名字是不是也很随意 从这儿大家就知道 重大错报风险就是不对劲 不增不减 有报表层的 有认定层的 报表层采取的是总体应对措施 认定层实施的是进一步审计程序 就先说到这儿 咱们接着往下说 将来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们把它分为两类 一类叫固有风险 啥叫固有风险 我经常通俗的说 你是不是每个单位都有内部控制 对 你的内部控制是不是有一些 就是为了hold住报表不出错 保证财务报告可靠性的 没错 假如说没有这个内部控制 我这个报表的哪个认定 容易出现错报的可能性 我们就把它叫做固有风险 比如说在不考虑控制的情况下 每一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内部控制 只不过完善不完善 对吧 我们现在就是一种假设 假设不考虑控制的情况下 某类交易 那是再说利润表项目 账户余额 再说资产负债表项目 或者披露 两个报表项目都有 但某一认定 易于发生错报 这个错报 可以是他自己成气候单独 也可以是连同其他错报 可能性是重大的 这种可能性就叫固有风险 能再举个例子吗 我没听懂 能 一个小孩从出生 假如说从来都没人管他 他犯错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就叫固有风险 那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固有风险 只是一种假想的状态 假设没有内部控制 就跟一个小孩 哪怕从出生就被遗弃了 他就是流浪 是不是可能他走的一个地方 可能警察会说一下 你不能做违法的事 也不会是没人管 对吧 所以只是在我们假定不考虑控制的情况下 某一认定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就叫固有风险 有些报表项目的 有些认定就非常容易发生错报 比如说上市公司 我就是怕股东对我失望 我可能就会高估利润 那高估利润这时候 我可能营业收入的哪个认定 最容易出问题发生 因为你要高估利润 高估收入是最容易实现高估利润的一种手段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固有风险 当然还可能有一些因素 比如说他非常复杂的一个计算 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 他是会计估计 本来就带有主观判断 他还具有高度估计不确定性 这时候也会是导致他固有风险比较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控制风险 来了 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 就是我如果有内部控制 依然没有党的了这个错报 被及时防止 或者没有防止得了 我能不能发现并纠正的可能性 叫控制风险 我们看一下 是指某类交易账户余额或披露的某一认定 发生错报 该错报 单独或连通其他错报是重大的 但没有被内部控制及时防止 这是事前 或者发现并纠正的可能性 这是事后 发现了吗 固有风险取决于您这个事项本身自带的风险 而控制风险是在说您的内部控制是不是给力 如果您的内控非常给力 他这个认定可能就不会出现重大策报 车无了话 来回的说 但是这一块内容非常重要 这一块内容特别重要 2023年新修订的 即使没有新修订 这也很重要 在这我们教材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表达方式 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等于固有风险乘以控制风险 等于固有风险乘以控制风险 是不是说明这俩也本身是一个反向关系 如果重大错报风险既定的情况下 没错 一个取决于交易事项本身 一个取决于你的内部控制 给不给力 所谓的内部控制不就是政策 程序 就是想让你hold住这种错报 你给力 我的控制风险就会小一些 你不给力 我的控制风险就会大一些 这是我们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 那下边看口号固有风险因素 这是我们2023年正式提出的一个概念 我希望大家关注到 固有风险的高低受固有风险因素的影响 啥意思 就是某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你固有风险的高低不同 能举个例子吗 可以 比如说晚上12点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同样走在一个僻静的路上 您觉得哪个性别的人容易预期 您自己都知道 是因为他本身的就是固存在着固有风险因素高 所以他自身的固有风险就会高一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固有风险因素 啥意思 是指在不考虑控制的情况下 我先不管你那不控制是不是hold住是不是给力 导致交易类别账户余额和披露的某一认定 易于发生错报的这种因素就叫固有风险因素 比如说这个单位可能资金链断裂了 持续经营都出问题 他就会铤而走险把报告给改了 无论这个错报是舞弊还是我们错误造成的 这样的因素都叫固有风险因素 这个固有风险因素可以是定性的 可以是定量的 这块内容一定给我好好看 将来在我们教材的第七章 第三节有完完整整的举例 告诉你哪些属于固有风险因素 但是您老人家至少要知道固有风险因素包括什么 比如说包括事项和情况的复杂性 能举个例子吗 可以 你被审计单位就是在环境非常复杂的外国地区开展业务 那是不是固有风险因素就很高 将来你各将认定出错的可能性就会大 包括我们所说的主观性 比如说我确定一项会计估计的最佳估计数 本身就带有主观性 如果你自身的会计估计还是重大的会计估计 是不是固有风险因素可能也比较高 对再比如说某些变化 比如说你的客户或者说严重流失 或者你的订单大幅下降 是不是导致你失去经营能力就会出问题 没错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不确定性 还有管理层偏向和其他风险因素 尤其是其他的舞弊风险因素 都属于我们这所说的固有风险因素 固有风险因素 它会对固有风险产生影响 是因为某些因素影响我固有风险的高低 第七章第三节有完完整整的举例 在这儿我不再过多的去说 这是括号二 括号三 我说了一些理解要点 前边把该说的概念给您说清楚 我不怕麻烦 我再说一遍 我们实行的是风险导向审计 实际上我们要关注的是重大错报什么风险 识别评估应对都是重大错报风险 它分为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们采取的叫总体应对措施 实际上就是大家小心这四个字 在第八章有五句话 没什么特别的 如果你是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们实施的叫计一步审计程序 叫计一步审计程序 但是在这儿您必须明确一个概念 我们把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说的非常严谨 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由细分为固有风险 和我们所说的控制风险 所谓的固有风险 是什么概念 假设不考虑控制 假如说没有内控的情况下 某一个认定出错的可能性 当然这个错肯定是重大的 而控制风险是假如说有内部控制 我却没有能够防止 这是事前 或者我没有能够事后发现并纠正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固有风险是受我们所说的固有风险因素的影响 他可能决定了固有风险的高低 而控制风险完全取决于您的内部控制 是不是给力 能不能hold得住这些重大错报 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而固有风险因素可以是定性的 可以是定量的 他包括哪些方面 主观性 包括变化 复杂性这些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今年的新概念 好 往下再说几句话 咱们先说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就觉得这个人别扭 哪儿别扭 说不上来 我就觉得这个煽动别扭 哪儿别扭 说不上来 那么在这说几句话 这个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通常跟控制环境有关 啥意思 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股都大 什么叫一股都大 就是有一个大股东 全盘操持着被审提代位的所有业务 做出所有决定 就是我们俗称的一言堂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缺乏太上皇治理堂的有效监督 那这个控股股东 那不就是无法无天吗 他可以随意改报表 那在他眼里 报表就是一个数字游戏 他可以把任何一个报表项目的任何一个数字 改了是不是影响多个报表项目的多个认定 没错 这时候跟财务报表整体广泛相关 我们就会形成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但是除了跟控制环境有关 还可能跟其他因素有关 比如说经济萧条 我们这两年因为口罩 确实经济在下滑 很多人比如说 假如说夸张一点 我都豁不去 我一定会挺而走险 我资金链断裂了 我急需资金的注入 而银行知道我的财务状况不佳 他不带给我款 我就会挺而走险 把报表给改了 改哪个项目 改了好多项目 我也得假装满足报表的逻辑关系 这就叫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可能跟控制环境有关 可能跟其他因素经济萧条有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只是觉得别扭 哪别扭说不上来 你难以界定于某类交易账户 如何披露的具体认定 我们不是有两类认定吗 你说不上来跟哪一个认定具体相关 它就叫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第三个 虽然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难以说出跟哪个认定相关 但是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却增大了我认定层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尤其跟柱德外计师考虑 由于舞弊引起的风险是相关的 能举个例子我们可以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你从来都不教育他 是不是他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都非常大 没错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会增大认定层重大错报风险的可能性 因为他任何错误都可能会去发 这是我们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往下说 第二个 固有风险 固有风险受谁的影响 固有风险因素的影响 而固有风险是隶属于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概念一料清楚 某些类别的交易账户 如何披露积极认定 固有风险相对来讲较高 本身它就很高 能举个例子吗 可以 比如说我手里有个磁的水杯 有一个补锈缸的 啪菜掉地上了 哪个容易碎 不言而喻 肯定是磁杯的容易碎 一男一女 晚上12点走在僻硬的小路上 哪个容易与其肯定是女士 因为他的固有风险就比较高 比如说我们涉及到复杂的计算 越复杂的计算 是不是你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么能再举个例子 可以 我们现在14号准则收入准则 是不是确认收入要用的是五步法模型 非常非常复杂 就跟您做收入的题 我再让您做固定资产的相关题目 您觉得哪个题 您更容易出错 你自己都知道 是以为他的固有风险比较高 再比如说 我明明想做出一项会计估计 但他本身有重大计量的不确定性 那他出错的可能性不就更大吗 这就是第一个 固有风险的理解要点 第二个 产生经营风险的外部因素 也可能影响固有风险 比如说技术进步导致存货过时 那技术进步是不是本身会引起经营风险 对 因为技术进步 您的产品没有销路 您可能卖不出去 最后您就只能关门打击 但是它会导致你的存货 应该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您没有技体那不就是影响你存货的哪个认定 准确性 顿号 技价和分摊 明明是技术进步是影响经营风险的 但最后我却能判定出它影响的是存货的准 计 分 这个认定 就这个意思 第三个 被审计代位及环境中的某些因素 还可能与多个甚至所有类别的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有关 当你跟所有的类别交易账户余额披露有关 你是不是可能就会成为报表层的重大挫保风险 对 比如说流动资金的匮乏 企业处于西洋行业 我们就会铤而走险 这是固有风险 能知道就可以了 控制风险 有内部控制 有政策 有程序 依然没有发现错报 依然没有纠正错报 这种可能性 其实完全取决于您的内部控制是不是给力 我可以换句话说 你的内部控制只要给力 控制风险貌似 就不会存在 这是理论 实际是存在的吗 肯定是存在的 我们往下看 控制风险 是在谈你内部控制是不是给力 是不是能发现错误 是不是能纠正错误 是不是能防止错误的问题 它取决于与财务报表编制有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你的内部控制设计运行越有效 你报表出错的可能性越小 这话您承认吧 第二个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一句话 你的内部控制有固有的局限性 内部控制是什么 是程序 是政策 你设计再完美的程序 再完美的政策 再完美的制度 你是不是得考人执行 如果这个人很拉旷 他没有严格的跟您去执行 你制度设计再完美 你敢说你内部控制很美丽吗 不敢 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的内部控制 可能由于串通舞弊而失效 所有的人涉及到内部控制的 你本来是想让这后手监督前手 后手跟前手联合起来串通舞弊 你的内部控制是不是就失效了 对 所以某种程度上的控制风险始终存在 控制风险 谁要跟我说消除 跟他急 绝对不能消除 重大挫保风险能消除吗 绝对不能消除 那固有风险能消除吗 固有风险是由他本身的某些因素造成的 BOSS也不行 这些概念一定要清楚 第三个 固有风险受固有风险因素的影响 是假设没有内控某一个认定出错的可能性 控制风险是有内控 依然没有hold得住重大挫暴的可能性 有时难以分割的交织在一起 这是今年的新变化 2023年的新变化 您老家一定要注意到 但是识别出的认定层的重大挫暴风险 著作怪计是应当应当应当 我说了三遍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就应当分别评估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分别评估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第四句话是我们2023年新增的内容 您老人家一定要关注到 对于识别出的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 那么审计准则并没有规定 你是应当分别评估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呢 还是合并评估 能知道他没有明确的规定就可以了 这两句话您就是类吐鞋 也要给我弄明白 认定层一定百分之百要分别评估 报表层我们要考虑固有风险控制风险的因素 到底是分别评估还是合并评估 准则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是1211号准则的新变化 一定要注意到 第五个 注的怪记是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 采用的具体方法取决于偏好的审计技术方法和实物上的考虑 能知道就可以了 虽然你知道报表层的重大挫暴风险影响多项认定 进而跟财务报表整体广泛相关 但是你也得去识别 你也得去评估 识别评估完了 它才能成为报表层的重大挫暴风险 这块专业属于太多了 对大家来说太绕了 只能一点点去理解 给大家总结两句话 只要您接受委托 就会客观存在着审计风险 所以永远不要跟我说消除风险 消除这个词在我们重大挫暴风险 审计这门课章当中就是错的 听懂了吗 不能说消除审计风险 为什么 因为审计风险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可以表示成重大挫暴风险乘以检查风险 重大挫暴风险你查和不查 它都在那里不增不减 而检查风险后边我们会说到 您不是百分之百全查 就意味着检查风险不可能降为零 退一万步来说 你即使百分之百全查 人非圣贤 孰能无故 导致你的检查风险也不可能降为零 重大挫暴风险客观存在 而且独立于你的审计 检查风险也不可能降为零 就断定审计风险一定是客观存在的 对不起 我们只能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 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低低 我说了三遍 低水平 因为我能做到的是接近 但不等于百分之百的保证水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重大挫暴风险你查和不查 它都在那里不增不减 这个报表有重大挫暴的可能性 在你审计之前 它又已经客观存在了 所以重大挫暴风险只能评估 不能改变 它是不可控的 能说的再准确一下吗 就跟你要跟一个男生去交朋友 这个男生身上有什么恶习 在跟你交朋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就看你眼光准不准 能不能看出来 它有这些恶习 这就是识别重大挫暴风险 您说我没本事 没看出来 对不起 你后边一定审计风险就会够 是这个意思 我们能够降低的 只能是检查风险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2022年的一个单选题 现在有关重大挫暴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重大挫暴风险受财务报表审计的影响 错了 你查和不查 重大挫暴风险都在那里 不增不减 它独立于你审计而存在 你没去的时候 被审计单位报表 存在重大挫暴的可能性 已经就有了 它报表上就已经有错了 第二 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 都可能存在重大挫暴风险 没毛病 两个层次 第三 重大挫暴风险 可能是由于舞弊和错误导致的风险 没问题 比如说 他为了贷款 他可能故意把这张报表给改了 那不就是舞弊导致的风险吗 或者会计人员从业水平低 他想把这个报表编好 但是水平太低了 使出洪荒之力 依然导致报表出错 这不就是错误导致的吗 舞弊是有意而为 错误是无意为之 第四 重大挫暴风险跟被审计代位的风险相关 没问题 你的从业人员水平低 是不是你被审计代位潜在的风险 对 你的贷款可能贷不起来 你挺而走险 把报表给改了 是不是你被审计代位的风险 对 所以重大挫暴风险跟被审计代位风险有关 那么该说的都说了 这一道题问你错误的自然就应该是选项A 没问题吧 好 我们看2020年的一道单选题 下面有关重大挫暴风险的说法中 问你错误的是 他说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 通常是5B导致的 你会计同业人员水平低 所有的报表项目 所有的认定都可能出错 它是5B导致的 不是 而认定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是错误导致的 我就是该提存货借价准备 我就是把利润表的报表项目不好看 我就没提 这不是5B导致的吗 所以 我只能说重大挫暴风险可能有5B 可能有错误导致的 但绝不能分开说 第二个 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增大了认定层次 发生重大挫暴的可能性 有时候老师这句话我还是不理解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 报表层的重大挫暴风险不是很可能是控制环境造成的吗 对 您不明白控制环境 我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您在家做作业 做十道题 楼上在打电钻 楼下在挑地板 是不是您心里特别烦躁 对 您做这十道题哪个容易出错 哪个都可能容易出错 因为环境不好 当然增大了我认定层发生重大挫暴的可能性 第三个 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 跟认定层的重大挫暴风险 均可能构成特别风险 没问题 啥叫特别风险 后边我们会讲 就是您作为高达上的著作管理师 您不能掉以轻心的风险 这不等于没说吗 第四个 所有 小心 只要带所有的一定要格外小心 被审计代位的财务报表都可能存在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 和认定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 有人说这话说的特别肯定 一定是错的 人家说的是都可能存在 说的多虔虚 当然两种层次都可能存在 那这道题错误的只能是我们所说的选项A 不怕麻烦 再讲个2019年的单选题 下列有关重大挫暴风险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重大挫暴风险是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挫暴的可能性 没毛病 你查和不查 重大挫暴风险都在那里 不增不减 第二个重大挫暴风险可进一步细分为固有风险和检查风险 错了 应该是固有风险和什么控制风险 这是张冠李戴的结果 能再往下问一句吗 即使他就写了 进一步分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这句话对吗 也不对 为啥不对 很简单 我们一定要说认定层的重大挫暴风险 才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千万别错了 没有这个定语 哪怕他提到了固有风险 提到了控制风险 不对 第三个 著作怪计师应当从财务报表层次 报表层和各类交易账户与合披露认定层次 考虑重大挫暴风险 这是废话 我就两个层次 第四 著作怪计师可以定性定量的评估重大挫暴风险 没问题 重大挫暴风险 我可以评估为高中低 我也可以说重大挫暴风险25% 30%这种定量的去评估我们后边还会再讲 那这一道题错误的应该是选项什么 在这儿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审计风险 您记住 它取决于我们所说的重大挫暴风险乘以我们所说的检查风险 而重大挫暴风险又细分为财务报表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和认定层的重大挫暴风险 而认定层的重大挫暴风险又分为固有风险 假如说没内库 某一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某一认定出现挫暴的可能性 而控制风险是我们有内部控制依然没有防止 这是事前依然没有发现并纠正重大挫暴的可能性 固有风险是受固有风险因素的影响 可能固有风险因素影响固有风险的高级 比如说我可能某些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固有风险本来就很高 它是由这些事项的本身引起的 而控制风险是在说你的内部控制是不是给力 我的内部控制特别给力 你敢不敢说控制风险就没有 不敢 比如说由于舞弊 串通舞弊 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我内部控制 涉及的再完美 它照样运行时效 所以控制风险一定是客观存在的 千万别错了 这就是我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内容 标题三 检查风险 检查风险通俗的说是你做了程序 依然没有发现重大挫暴的可能性 是指如果存在某一错暴 该错暴自己单独呈气候也好 或者连同其他错暴可能是重大的 而著作怪计时你本身为了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而实施审计程序后没有发现这种错暴的风险 或者说可能性就叫检查风险 我不怕麻烦我再说一笔 记住了 审计风险 是明明财务报道 存在重大错暴 但您老人家发表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 黑的说成白的 就叫审计风险 而重大错暴风险 实际上是在你审计前 您报表存在重大错暴的可能性 它独立于您的审计而存在 您查和不查 重大错暴风险都在那里 不增不减 而我们所说的检查风险 实际它最关键的几个字 是我实施了程序后 我依然没有发现这种错暴的可能性 无聊嘛 无聊 这三个概念 经常张冠李大考客观级 您老家一定要记住关键字 后边我会给大家解释 检查风险是绝不可能降为零的 为什么 检查风险实际上是做了程序 依然没有发现重大错暴的可能性 说的通俗一点 它是看您的程序是不是给力 取决于您审计程序设计的合理性 啥叫设计的合理性 您住的外计师能选定的审计程序不就是七个吗 您选哪一个 您选哪几个 您如何组合那是您住的外计师的职业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您程序选错了 肯定检查风险是不可能降低的 或者说您程序选对了 您执行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是不是检查风险也不可能降低 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检查风险 取决于审计程序的设计的合理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有人说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可以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张三买车的例子 我为什么说的是存着 而没有说银行卡 我说检查要留下运行轨迹 存着上会有数字 会有流水 但是银行卡上会有吗 不会 这就是当你没有留下运行轨迹时 您给我用检查这个程序 肯定是不恰当 您设计就不合理 哪怕您执行再有效 也不可能对检查风险有丝毫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接下来要回答您的就是 检查风险不可能降为零的原因 它只能降低 我程序设计的时候 仔细仔细再仔细 我执行的时让它尽可能的有效 我检查风险不断的降低 但不可能降为零 从大的原因上来说 首先我实行的是第四章要讲的抽样审计 我不会对所有的交易账户 预和披露进行检查 我只能做到合理保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退一万步来说 其实我百分之百全长 人非圣贤 孰能无辜 就跟您是老师 您判识券一样 您判十份试卷 您能保证 每判一道题的结果 百分之百是无误的 我让您判一万份试卷 你是不是 明明这道题答案是错的 您可能就误认为是对的 没错 这种人为的错误 也可能导致存在检查风险 所以著作怪记师 可能选择了不恰当的审计程序 从根源上您就错了 或者审计过程执行不大 这叫设计的合理性 这叫执行的有效性 或者你错误的解读了 审计结论 有眼不识其相遇 是不是都可能导致 你的检查风险不可能降为零 对 重大错报风险 根本就没有丝毫降低的可能性 而检查风险是仔细设计程序 给力的执行程序 可以降低 但不能降为零 理由都给您说了 这种理念性的知识点 一定要非常注意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检查风险不能降为零 这件事 其实我住的怪记师 可以通过下列方式 尽可能的降低检查风险 比如说我适当的做一些计划 比如说我在项目组成员之心 进行恰当的职责分配 我让不同的人 从事不同的领域 是不是可能就一个互相印证的作用 包括我保持职业怀疑的态度 包括我对审计项目组成员执行的工作 进行监督指导复核 我都是为了避免出现什么错报 用背吗 不用 简单的看一下 那下边我们看2021年的一个单选题 下列有关检查风险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检查风险是看您的程序 是不是给力 哪怕再给力也只能降低 不可能消除 就跟你控制风险 是看你的内部控制是不是给力 再给力控制风险也可观存在 检查风险取决于审计程序的设计 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没毛病 第二 在既定的审计风险水平下 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越低 是不是它越低 我检查风险可以适当的高一些 对我可接受的检查风险越高 没毛病 这俩是反向的 第三个抽样风险通常不会导致检查风险 好像这句话不对 有时候没学过抽样风险 我只查一部分 我推断出的结果跟事实的本来情况可能有偏差 这就叫抽样风险 是风险吗 是 任何风险最终都会影响我们所说的审计风险 这个也不例外 所以他说抽样风险通常不会导致检查风险 好像不合适 第四 检查风险不可能降低为零 对 这道题问你错误的是自然是选项C 因为在我们第四章有一句话 抽样风险和非抽样风险最终都会影响审计风险 它体现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上 它体现在检查风险的确定过程中 所以抽样风险最终影响审计风险 过程体现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检查风险的确定影响他们 进而影响审计风险 没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标题三 标题四 检查风险 是做了程序依然没有发现大错的可能性 重大错报风险 我们是在审计前它就存在 不增不减只能评估绝对不能降低 更不能消除 将来你要清楚 我不怕麻烦我再说一遍 我们重大错报风险就是不对劲 它体现为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和我们所说的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报表层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叫总体应对措施 而我们所说的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实施的叫进一步 进一步 审计 程序 所以我实施程序 通常应对的是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我们往下说 在既定的审计风险水平下 著的冠计师针对某一认定 确定的可接受的检查风险 跟著的冠计师对认定层次 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结果 呈反向关系 我们现在主要研究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因为你报表层不就是四个字 大家小心吗 没有什么特别研究的 将来 这个检查风险 跟我们能接受的重大错报风险 和审计风险 其实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的 检查风险 你做程序是不是应对某一认定出现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对 跟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的反线关系 我们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示 我现在不考虑报表层 主要从认定层的角度考虑 审计风险是不是等于重大错报风险乘以检查风险 对 我说了我是从认定层次考虑 那么这个等式还是成立的 在这种情况下 您的审计风险是您能接受的低水平 已经定了大概就是5%到10%这个样子 而重大错报风险只能评估 它独立于你审计而存在 不增不减 就看您是不是眼光很准 你可以把它评估为高中低这样定性的水平 也可以用具体的10% 20%来描述你认定层的重大错报风险 假如说我重大错报风险评估为高水平 我既定的审计风险只能是可接受的低水平 我只能玩了命的做程序 玩了命的做说服力更强的程序 拿说服力更强的证据 我会把哪个风险降下来 把检查风险降下来 就像一个翘翘板 你左边固定 右边一个高一个低 同时一个低不就是一个高吗 一样 这时候我一定会多做程序 做说服力更强的程序 拿说服力更强的证据 把检查风险降下来 有时候我没明白 我把这等式给您变下行 如果我把检查风险 给它移到等式的左边 那它是不是等于 你能接受的低水平的审计风险 除以重大挫暴风险 对 重大挫暴风险在哪 在分母上 是不是分母越大 你算出的结果反而越小 对 这也在说明重大挫暴风险 跟检查风险事成反向关系 有人说我没明白 我每年都给举了例子 这个电视剧好像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在前些年朋友圈里边流行一句话 每个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找到一个杀千墨 但是总是找到一个杀千刀的 这是啥意思 其实就体现了这个重大挫暴风险 和检查风险的一个反向关系 比如说一个女孩子特别喜欢一个男孩子 假如说他觉得男孩子谈吐也非常温文而哑 然后行为举止也特别特体 也特别旋律高 而且特别收入高 您随便想 这是不是您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形象 对 而且跟他接触 他特别尊重女性 这时候我可能就认为 这个男人出现大错的可能性不大 实际您跟他有过深层次接触 没有 你就把重大挫暴风险评估为低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 您是不是几乎不用考验他 甚至您可能就会跟他闪婚了 在这种情况下 您能接受的检查风险可能就高一些 我根本不用做程序 我不用获取证据 我直接他就认为 他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当然换一个说法 就是如果从一开始 你就觉得这个男的满嘴跑火车 你觉得特别不靠谱 简直就是个渣男 你是不是把重大挫暴风险评估为高水平 对 你敢不敢说我就喜欢渣男 我就愿意架个人 不敢 你只能玩了命的跟这男的接触 玩了命的考验他 玩了命的做程序 最后你就是想把检查风险降下来 你看 重大挫暴风险评估为高水平 你能接受的检查风险自然而低 如果你认为 它是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出错的可能性很低 那你就不用去考验它 你检查风险就会高一些 一定是此消彼长 但是您这种评估 您敢不敢说百分之百的准确 不敢 比如说你认为 它就是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重大挫暴风险 你评估为低水平 你可能不去考验它 你认为我能接受的检查风险会高一些 我甚至不用做程序 或者做很少的程序 您就跟他闪婚了 闪婚之后 您发现这个男的就是安家和 就是有家庭暴力 你会说 我当初怎么瞎了眼 看着你毁了我一辈子 这不就是你认定层次的重大挫暴风险 评估的不准吗 所以我经常说 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 看的是您的眼光 你眼光要非常准的话 你后边审计风险就会稍微小一些 就这意思 然后在实物中 诸多怪奇师不一定用绝对数量表示这些风险 比如说我用高中低这种文字进行定型描述 我也可以用25% 30%要定量的去描述 比如说我们很早很早考过这么一个单选题 线列有关审计风险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如果诸多怪奇师将某一认定的可接受的审计风险设定为10% 那么评估的重大挫暴风险要是35% 则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是25% 这个本来应该存在一个等式 你现在看这个等式相等吗 平衡吗 不平衡 这个说法肯定是错的 如果我把评估的重大错望风险改成40% 检查风险25% 那是不是审计风险才是10% 没错 可以定性 可以定量 第二个 实物中诸多怪奇师不一定用绝对的数量表达审计风险水平 也可以用文字进行定性的描述 高中低 可以吗 可以 审计风险并不是指诸多怪奇师执行业务的法律后果 只要您把黑的说成白的就叫审计风险 不一定带来后果 C正确 第四个 在审计风险模型中重大错暴风险独立于财务报表审计而存在是对的 那这道题其他的都是对的 错误的自然是我们所说的选项A 我们第五节的最后一个标题 审计的固有限制 三个方面 您就是类吐鞋也要一定给我掌握住这三个方面 为什么 就因为审计的固有限制 我绝对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绝对保证 我只能做到合理保证 接近 但不等于百分之百 凭什么 原因就是审计的固有限制 这三条几乎年年都在考 您最好能引起重视 第一个 财务报告的性质 慢点说 我高大上的住的管理师 我是审报表的 您编 我审 他用 在您编报表的时候 某些财务报表项目的金额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变动幅度 那这种变动幅度不能通过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来消除 能举个例子吗 可以啊 我们13号会计准则或有事项准则里边 是不是有关于预计负债的最佳估计数的确认方法 对 如果存在一个连续期间 而且区间内的可能性是相等的 我们是不是用上线加下线除以二的方法来 确认预计负债的最佳估计数 我将来做了借0100支出20万 但预计负债20万 这20万是不是反映在管理层的报表当中 对 你跟我再说最佳 它也是个估计数 您编的报表就是估计的 将来我审的报表 我是不是一定绕不过去这20万 我要对这预计负债20万进行审计 对 您这里边就有估计的成分 哪怕我实施了审计程序 我能不能做到 我的审计做到百分之百 不能 我是受您编报表的签连 这就叫财务报告的性质 说清楚了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审计程序的性质 您要搞清楚 我高大上的驻托惠冠记 是我的审计是受托审计 我不是行政行为 我是市场行为 我没有强势执行力 就是因为受托审计 我需要你管理层配合我 您不配合我 我是不是可能寸步难行 对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也不敢说我做到百分之百 比如说他列举了几个要点 诸多怪计师获取审计证据的能力 受到实务和法律上的限制 这三方面你要多看看 我不用你背 这百分之百是客观低 但是是高频客观低的考解 第一 管理层或其他人员 可能有意无意的 不提供与财务报表编制 有关的和诸多怪计师 要求的全部信息 我审计工作的前提条件 就是保证报表 我要求您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 编制基础 编制财务报表 并使其实现公运反应 我审计的工作前提 就是保证内控 设计维护执行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 由于舞弊和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我审计的前提条件 就是让您给我提供必要的工作前提 就是让我不受限制的接触 我该接触的所有的信息和人 您现在没有给我提供全部信息 您觉得我的审计能进行的淋漓尽致吗 不能 这不就是审计的固有限制 第二 舞弊可能涉及精心策划和蓄实施 以进行隐瞒 因此用于收集审计证据的审计程序 可能对于发现舞弊是无效的 我还是那句话 我高档上的诸多怪奇事将来承担不承担责任 不是以发没发现所有的大错为标志 试看我不折不扣的是否执行了审计准则为标志 为什么 因为我就可能有重大的故意错报 我发现不了 那是管理层 治理层及相关人员的舞弊行为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审计程序 本来就需要管理层 治理层配合 他不想让我知道的是 你觉得我能查的特别明白吗 不能 这也叫审计程序的性质 第三 审计是市场行为 没有强制执行力 他不是对涉嫌违法行为的官方调查 比如说 我们公安机关有搜查权 您住的管理层 人家这仓库就在这放着 指示人上着锁 不让女婿进行冲破检盘 你能进去吗 不能 这不都是一种悲哀吗 所以我都在给你诉说着我的委屈 我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我只能做到合理保证 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在合理的时间内 以合理的成本完成审计的需要 大家想一想 您去审A公司 A公司可能财务人员大一点的集团 比如说就有几百个上百个 人家一百个人 每天都在研究A公司的账 人家研究了一年了 而您住的管理层去审计 你说我在A公司待着 也审一年 那你别的审计我都不用做了 所以大家注意 你是不是要求在合理的时间内 以合理成本完成审计工作的需要 其实你要解决的就是财务报告的 及时性和成本效益的权衡问题 人家研究一年的账 你水平再高 你再是会计审计领域的专家 你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天 给人家百分之百研究透 所以我还是在诉说我的委屈 我不能做到绝对保证 我只能做到接近 但不等于百分之百的合理保证 那么将来 为了在合理的时间内 以合理的成本 对财务报告形成审计意见 我诸德怪解师 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就跟哪怕有重大故意错报 我没有发现 我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你也要充分关注 舞弊风险因素一样 哪怕你不能在合理的时间内 以合理成本 完成所有的审计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也有必要做几件事 尽可能的做到完美 但不可能大分之百完美 他要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计划审计工作 一时审计工作 以有效的方式得到执行 第二将审计资源投向 最可能存在重大挫暴风险的领域 并相有的在其他领域 减少审计资源 第三运用测试和其他方法 检查总体中存在的错报 这个细节 这个你可以不用特意去看 但是前边的财务报告的性质 审计程序的性质 合理时间内 与合理成本 完成审计工作的需要 这三句话 你就是类吐鞋 要给我汇 这是审计的固有限制 最后结论 由于审计存在固有限制 诸多怪 其实不可能将审计风险降低至零 因此我不会对财务报告 是否不存在 由于舞弊和错误导致的重大挫暴 获取绝对保证 我还是在告诉你 我只能做到接近 但不等于百分之百的合理保证 我们看2020年的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审计的固有限制来源 别着急往下看 财务报告的性质 审计程序的性质 合理时间内 以合理的成本 完成审计工作的需要 这三条跟老和尚眼睛 疑调非常熟 管理层可能不提供 著作怪计师要求的全部信息 没错 这是审计程序的性质 要讲的 然后著作怪计师 在合理的时间内 以合理成本 完成审计的需要 没错 这是第三条 然后管理层编制 财务报告时 需要做出判断 这是财务报告的性质 没问题 著作怪计师 对重大挫暴风险的评估 可能不恰当 这不是审计的固有限制 只要您的不恰当 那是人为造成的 过时 不能叫审计的固有限制 那这道题 问题不属于的 显然是选项C 你看表面是这三句话 但实际上 它里边有内涵 再看2019年的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审计固有限制的来源 选项A 诸作怪计师 可能满足于说服力不足的审计证据 这是审计的固有限制 不是 那是您的错误 第二 管理层可能不提供与财务报本编制有关的全部信息 这叫审计程序的性质 诸作怪计师获取审计证据受到法律上的限制 您没有搜查权 这叫审计程序的性质 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本过程中需要运用判断 这是财务报本的性质 那不属于的自然是选项A 讲到这儿就意味着我们第五节审计风险所有的内容 我就都给大家讲完了 第五节是我们客观题的仲裁区 尤其今年 在重大错报风险这儿 有所改变 一定要引起重视 给我尽可能的多听 多看 多想 最后把它理解 融会管通 那好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儿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